不加一滴水就能做出这汤汁满满的摇鸡腿 软烂入味,一垫饭锅就搞定 这冷冻大鸡腿啊,去腥有妙招 先撒上面粉,揉一会儿,再用清水洗干净 这样处理,没有腥味 再用开水烫一下皮 找个绒萌萌的绣花针,扎上9981下 两斤鸡腿,一小袋摇鸡粉,再来点生抽上色 做个深度死泡,腌半个小时 腌饭锅底铺姜片,一整颗洋葱 放上鸡腿,淋上腌鸡料,不需要加水 选个焖饭键,直接煮就行 做好的鸡腿,颜色红亮,软烂入味 汤汁拌饭都特香 逢年过节,看望病人特流行送这个带子的老母鸡 做老母鸡,最技鲜焯水 今天分享正确做法,汤鲜味美,软烂入味 这家养殖户,家里有个白血病孩子 卖的都是正宗土鸡 炖好以后,里边的肉是粉红色 解冻以后斩块,加一大勺面粉,给它抓揉一会儿 面粉可以带走大量的血污,避免焯水营养流失 烘干水分下锅,加葱姜,一大勺料酒 老母鸡,鸡油多,把所有的油炒出来,吃起来才不腻 炒出来的鸡油留着炒菜特别香 鸡肉放砂锅里,加上提前泡好的炖汤料 各自只需要加姜片和盐 烧开的长姜水,在盖小火炖煮一个半小时 加大枣枸杞再炖5分钟 连吃肉带河汤,原汁原味,倍儿鲜